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猫幼斩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在第七季的尾声的复古碑的时候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丹尼没有介绍过的猫幼斩 一般系的猫幼斩本身的小招有暗影爪子高续能 加上他的大招有暗小害以及近身战 其实在招式组合以及属性上来说都是不错 不过他的缺点就是于坦度来说是比较疲弱 所以在普通的超级梦并没有那么长出现 不过在复古碑的环境中 大部分的玩家都使用超能力系跟幽灵系的时候 猫幼斩就拥有非常好的压制力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猫幼斩如何在复古碑使用吧 好 我们今天的影片是由ATM蝙蝠的玩家所提供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今天如何使用猫幼斩吧 他的首支是使用戴歐然后第二支是猫幼斩 以及最后的隐梦魔忍 戴歐在首支的话其实稳定性蛮高的 不过就看一下对手是谁 这边对手的角色是猫幼斩啊 两者互相消磨 整体上应该是平局 不过对手立马换角 换戴歐琪琪是上来 哦 我们的玩家竟然也跟着直接换角啦 这边互换角色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对峙的话 可以看到其实戴歐本身的坦度还是比我们猫幼斩好 双方虽然小招是互相伤害 但是坦度这边有明显的差距 不过论出招速度啊 我们这边猫幼斩是比较快的 除非对手使用精神途径有打到 那整体上来说如果我们暗消害能够持续K 还是能够造成不小的伤害 好 第一下暗消害并没有让自身的攻击上升 有点小可惜 然后这边紧急的使用了第二个暗消害 好 这边暗消害一定能够逼到对手戴歐琪骑士的盾 但是相对的等一下就会被他双背风暗直接K下去 所以像两者互相相遇啊 还是猫幼斩稍微占弱势 因为坦度来说还是比较弱一点点 而且对方的这个戴歐吃到一个暗消害竟然没有死 伤害量还是欠缺啊 那这时候再次切上我们的首支角色戴歐琪骑士 那这边已经是要拿对方的戴歐拿来练功了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为什么对方R24的玩家 会在那时候进行切角 不过他这时候还是切猫幼斩上来 那如果他这样切上来的话 那对决应该就是最后一只角色 我们要看一下最后一只角色的双方是谁 来决定这场胜负 第一个炎崩逼迫他的最后一盾 好 这边猫幼斩的招式一定是暗消害 照暗消害的伤害的话应该会直接下去 哦 这边不挡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吧 暗消害剩一滴 然后保留戴歐琪骑士是上隐梦魔文上来 隐梦魔文这时候上来的话 可以发现到其实伤害量来说还不错 但是还是吃到一个暗消害有点可惜啊 那最后一盾就绞掉了 就要看一下对手最后一只是谁 他目前还是戴歐血量上升一点点 可能会拿来切角 哎呦 那最后一只竟然是恰雷姆 那这场应该要结束了 因为恰雷姆本身是超能力 所以我们用幽灵系的暗影球一发就可以避命他了 好 暗影球恰雷姆上来一滴血 很可惜啊 对方如果刚刚有切角挡招挡到暗影球 说明这一场还不一定 但是恰雷姆吃到暗影球的基本就是结束了 因为他的招式都会被减伤 就算冰冻拳没有减伤啊 但是伤害量也是很低啊 然后是Ice Punch Ice Punch就是冰冻拳 可以看到伤害量打萌梦 有点像是抓痒啊 这一场在互相的一个轮替角色的情况下 拿下了胜利啊 整体来说互相伤害 待会还是比较强 目前Pokemon GO的一个机制来说 其实坦度 坦度比较好的角色还是占优势啊 攻击力高的角色虽然能够瞬间打出伤害 但是因为我们有防护招这种东西啊 说实在如果你打不到对手 也是没有太多的效益 所以坦度好的角色在PVP的环境中还是比较好用 好第二场的话遇到戴欧遇到嘎拉 遇到嘎拉的话这边是绝对逆风 而且对方的嘎拉配置互不担心的小招 但是我们的ATM蝙蝠玩家并没有直接换角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其实戴欧的大招里面有炎崩啊 可以打火系 所以还是能够打 但是出招是比较慢一点点 那对方应该不会跟我们演啦 他应该会直接用有点系的大招K我们 不过我们这边是没有挡 来看一下喔 来看一下伤害 这暗影之谷还好还抗得住 但是防御下降了 接下来血量应该会被他直接或不担心点下去啊 然后我们这边最后再补一个炎崩 戴欧真的是满坦的 就算在属性上的劣势的情况下 一下还是没有死 暗影之谷的伤害量虽然没有暗影球那么强 但是还是蛮痛的 然后这时候换上了这个 毛斩上来 对方跟着换角 并没有让我们ATM 最后上来的是这个77青鸟 77青鸟的话我们的近身战打他不痛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暗影 暗影要害 有12.5%让自己的攻击上升两截 但是这边我们运气不是很好 都还没有上升到 然后持续出招吧 能打多少算多少啊 就是这样 暗影要害他的基础伤害量并没有到非常好 大部分使用这一招的情况下 除了属性上的优势之外 大多都是在堵这个能够让攻击上升 然后我们玩家是直接放弃了猫右斩 选择让营梦上来 营梦这时候上来的话 对方目前是没有盾的 照目前电力的伤害应该是没有办法集成77青鸟 他还是还有办法出招 而目前换角时间还没好 戴欧这时候还没办法换上来切胶挡兆 不过这边如果嘎拉上来的瞬间应该又会直接出招 照操作上来讲应该可以指了一些带欧上来打 不过我们的玩家是选择了用暗影球出来 那当然攻击来说看起来嘎拉还是比较高 所以他出招速度比很快 这边盾势不能不搅 所以方的暗影之谷打到了 然后我们这边暗影球也跟着发出来 然后我们耗掉一盾 拿掉的这一只嘎拉算是最理想的 然后最后对决了 不知道他最后一只是谁 最后一只是胖嘟嘟啊 水系跟幽灵系啊 那这边的话一定要切脚挡招挡到啊 不然暗影球打不出去这边就尴尬了 哎!没有切到 对方看起来有忍住啊 他并没有直接出招啊 所以导致我们的 戴欧琪其实上来被练功 然后对方再用暗影球收掉一梦 这一场有点小可惜 如果刚刚有切脚挡到的话 这一场就有机会啊 因为你暗影球打到胖嘟嘟 他还是会重伤啊 那我们这一场就有机会翻盘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一场的尾声 戴欧的切脚 并没有适时的切到 所以导致这一场并没有办法逆转回来 好我们进入下一场吧 然后这一场的对手的话是炎电巨蟹啊 戴欧本身的一个双倍碰盘打炎电巨蟹是平伤啊 炎电巨蟹虽然他有十字简这种重细招式打超能力 但是十字简的基础伤害量并没有到很好 反而我们的炎崩会比较痛 所以对方的炎电巨蟹的压力应该蛮大的 好对手挡下第一个 然后因为他配置好像是脊弱的样子 脊弱的圈文表现并没有到太好 所以相对的我们这边 出招速度应该会略升 十字简我们还是挡下来啦 其实是可以吃一罚看看啦 因为伤害量应该没有到很强 但是双方都在角盾那OK啦 目前是平局 好持续出招 对方一定要挡啊 因为他的炎电巨蟹是没有办法抗炎石系招式的 但是我们这边还是把他挡下来啦 十字简 那你认为如果以戴欧的防御力 应该说以他的坦度啊 应该是不至于十字简下去 我们应该还是有办法放到一个炎崩 不过我们炎崩这边要出招的情况下 都会手换上戴欧啦 不过炎崩的招式戴欧是没有抗性的 所以这边伤害量还是打得出来 接下来应该不会选择猫右斩 因为猫右斩跟这个 戴欧琪西施对拼啦 应该会略输啦 所以这时候选择营梦上来 营梦本身超级细心 能够抗对方的一个格斗系双被凤还 所以在小招部分对方打不出伤害 而且大招部分其实也没有幽灵系的早时 所以营梦就不用太害怕 可是我们这边有爱影球啊 所以我们稍微练一下弓 之后再用爱影球出来 这场目前看起来风向是完全在我们这里 主要还是那个炎箭菊蟹他出招真的太慢 所以他没办法去跟我们的戴欧互相消磨 所以逼迫他进行换角 这时候对方又上炎电狙蟹上来了 但是炎电狙蟹他并没有抗超级力气的一个特性啊 不过他刚好像挤很多气喔 所以他这边有办法直接出招 应该就十字减了 然后这边应该可以选择让矛幼斩上来 直接用爱影爪把他练功啊 直接把他练下去之后 后面的角色可能就得吃我们的近身战 算是一个最理想的打法 但是矛幼斩一上的时候对方直接换角 换上来是雪妖女 雪妖女的话 雪妖女的话我们在小赵的部分是略胜 因为幽灵系可以打幽灵 但是猫斩本身的弹度比较不好 所以如果吃到一个雪崩可能会直接下场 但是暗喜要害的伤害量很好 而且这边竟然切脚切到了 哇让戴欧上来扛一个雪崩啊 这边如果直接下去的时候 猫斩就可以上来练功算是不错 不过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可以看到他的雪崩的伤害量很低啊 几乎是没转 他想拿带欧来练功啊 但是雪妖女保持了太多 导致他的雪妖女直接被带OK下去了 哇双方都是一个极致操作 但是对方并没有把他的雪崩雪妖上算好 所以导致于他的雪妖女就下去之后 接下来上来的炎定巨蟹 直接吃一个精神突进就下场了 非常可惜 这场可说是雪妖上的计算啊 而且我们这边切脚切得很好 不过如果让我们的猫肉斩本身有气量上的话 精神战如果我们都打得出来 其实威力上来说是不容小事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一场遇到的是梦幻哦 遇到梦幻的话不知道他的招式是什么 在小招的部分的话是梦幻战友 因为他有暗影爪 而我们的双倍放弹打超能力是减伤的 这边我们选择炎崩 当然不能选择精神突进啊 梦幻虽然本身的一个招式组合属性上很多啊 梦幻虽然本身的一个招式组合属性上很多啊 但是因为他的招式通常你配置的 不会是超能力系的招式 所以并没有属修上的加乘伤害 所以大多数的玩家都会选择一个 打带跑伤害量很高的招式 像是疯狂福特这一类型 才能够让梦幻本身的一个攻击力 不会太疲弱 哦 对方直接用两盾 挡掉两个炎崩啊 哇这个操作上来说 不知道他想要干嘛 然后这边是龙爪 哇是龙爪欸 超级人猛遇到龙爪是比较少 因为超级人猛龙系比较少 但是复古盃龙系很多 所以他可能就想说 想用龙爪去压制对手 那我们这边是没有保代欧啊 直接让他下去 两个龙爪下场之后 我们上这个猫斩上来 对方跟着切脚换上了七七星鸟 我们这边不跟他拖啊 直接让这个以梦猛人上来 因为毕竟猫右斩本身的坦度并没有到很好 以梦上来的话至少能够稍微扛一下这个龙系的伤害 而且目前我们有两盾啊 所以文渣文打就好了 保留猫右斩等一下暗血要害还是可以打梦幻的 目前就要看他最后一支是谁了 猫右斩其实在超级猛 不常出现有一个原因就在于 你的配置招式啊 暗血要害跟近神战也没有办法打玛丽 所以导致猫右斩的出场之一滴也是因为这样 好最后七七七鸟剩下一滴血 击退了以梦之后 我们的猫右斩再次上来 那这边得交盾了 因为吃到一个神妙猛疾肯定会很痛的 拿掉之后我们还有一盾OK 然后才再练功一下 摸完上来的话就直接撕上小海 对方也知道这情况 所以他上了这个暴血王上来 这边不要急得出招 等他这一支暴血王准备要出气氧球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近神战把他压下去 然后近神战会让我们能力下降 所以这时候 我们还是有办法放一个按小海 因为我们刚刚在暴血王那边并没有直接出招的关系 好 适时的收掉梦幻了 这一场是有让这个 猫右斩发挥出他的特性 也就是近神战跟探奇妙害的一个属性上的压制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 整体来说猫右斩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宝可梦 整体来说猫右斩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宝可梦 但是介于他的体质坦度并没有到那么好 所以他的出场积蓄相对比较低啊 不过我们在布谷杯有机会看到他出现 也是蛮好玩的 好这一场的话是戴欧遇到的是巨爪怪 如果配置炎崩以及史万福特的话 戴欧是很难打巨爪怪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场有配置精神途径啊 所以还可以玩一下 巨爪怪的出招速度一定是比戴欧快的 然后他第一个江湖水炮哇直接喷半条 暗影版本的巨爪怪好痛啊 然后我们这边在准备出招之前对方先按出招式了 那这边一定要挡 不然这样的话我们能量就浪费掉了 至少得用一个招式去逼迫这一只巨爪怪才行 这边先选择一个炎崩 因为对手目前盾很足 所以如果你的精神途径如果被挡到的话 攻击下降可能会很难打 炎崩这边适时的逼到对手的盾之后 我们看能不能一个精神途径 哦 这边按到极致哦 精神途径出来 精神途径出来的时候攻击会下降两阶 所以你这一定要留到最后当杀手键 不过对手还是挡了 他这边还是挡下来了 那这边可能就要放弃戴欧了 得让后面的角色来解决他 应该是会让这个猫都展上 因为目前还有一盾嘛 有一盾的情况下你也有办法用暗影爪直接把他抓死 虽然这一盾得挡他的江湖水炮 但是我们气氧上很足 在对抗后面的角色的时候还可以用 好 这边挡下来了 对手不让我们练功 直接换脚 换梦换上海 但是换梦换上海的话 几乎是自杀 因为我们可能在他还没有出招之前 就先用暗影爪直接把他吐下去了 加上暗影爪可以打超能力血 噢 伤害量还不错 但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他K下去 但进行切脚了 本来想说会直接暗影爪把他吐下去 但是没有 这边选择切脚挡招 这边也是可以操作 然后这梦幻的招式看起来是炎崩 炎崩打炎梦还好 那接下来就用念力直接把他K下去吧 这边我们续能还算不错哦 不过稍微小心啊 我们这边能不能出到招呢 不过我们的念力好痛啊 两下直接拍死了这个巨爪怪 完全没发挥到任何事情 巨爪怪就下去了 最后这个 雪妖女一上来吃到一个暗影球 应该游戏就要结束了 对手后面放置了 两只都怕幽灵系招式的角色 而我们这场后面的角色 就是拿来压制超能力气跟幽灵系 所以就收掉了这场胜利了 那么 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猫幻展 在复古杯的一个对战中使用 可以发现他的招式组合 是满实用在PVP对战的 搭配着帅气的外型 以及如果暗西奥海 能够让自己的攻击上升的时候 猫幽展是变成非常可怕的一只角色 而且在复古杯里面 幽灵系跟超能力系有点多的情况下 猫幽展的实用性就变得非常高 所以玩家如果也喜欢猫幽展这个角色的话 不妨可以在对战中尝试看看 然而我们最后也要再次感谢今天提供 精彩对战影片的ATM蝙蝠玩家 那么本部影片就到这啰 也由于目前的对战影片需要消耗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丹尼在这边甄选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对战阵容 或者是冷门小知识以及极限挑战的团体战等影片的话 可以提供给丹尼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对战影片的话 建议是提供7场以上 让丹尼可以进行筛选一下精彩的对战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提供的影片会经过筛选审核之后 成功的话会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机会 影片上传的部分的话 之前有说是在Google云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发现YouTube的画质可能不太清晰 所以这边建议 统一选择Google云端会比较好 这边也有附助一下要怎样进行上传喔 另外玩家如果从事YouTube频道或者是活动需要宣传的部分 也会在影片里同步介绍 所以我们这边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啰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宝可梦相关的资讯 不妨可以订阅丹尼的YouTube频道或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资讯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动的话也能够加入丹尼的YouTube会员 目前有分为粉丝会员以及好友会员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选择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个小小支持都会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动力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